谢谢你收看信心连结 在这里我们帮助你跟神连结 大家好,我是林牧师 很开心今天可以在这边跟你们分享神的话语 也可以让我们一起来看到圣经要教导我们什么 那今天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11章1到15节 那我们一起打开圣经打开到哥林多后书的11章1到15节 我来为你们念一下 哥林多后书11章1到15节 他说,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欲望 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 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 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 要把你们如同真结的童女献给基督 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 失去那基督所存一清洁的心 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 假如有人来传另一个结书 不是我们所传过的 或者是你们所领受一个灵 不是你们所受过的 或者领得一个福音 也不是你们所得过的 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 但我想我一点 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下 我的言语虽然粗俗 我的知识却不粗俗 这是我们在凡事上向你们众人显明出来的 我因为白白传神的福音给你们 就自居卑微 叫你们高声 这算是我犯罪了吗 我亏负了别的教会 向你们取了公价来给你们效力 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 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 因我所缺乏的是从马其顿来的弟兄 都补足了 我向来凡事谨守 后来也必谨守 总不至于累着你们 既有基督的诚实在我里面 就无人能在亚该亚一带地方阻挡我 这自夸 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不爱你们吗 这有神知道 我现在所做的 后来还要做 为要断绝那些寻机会人的机会 使他们在所夸的事上 也不过与我们一样 那等人是假使徒 行事诡诈 装作基督的使徒模样 这也不足为怪 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 所以他的差异 若装作人意的差异 也不算稀奇 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 这是神的话语 我们在 如果在网路上买东西 或是你去市场 或是去买一些东西的时候 常常会发现 有的时候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 就是买到瑕疵品 或是买到仿冒品 其实有的时候在网路上买东西最容易买到仿冒品 我记得我曾经为了买一双篮球鞋 那个是一个Nike的Kobe Bryant的篮球鞋 然后我在网路上买的时候 大家货送到的时候才发现 诶 这个是一个仿冒品 可是在网路上看到照片的时候真的 超像真的的那个赠品了 然后结果买到的时候才发现 这个是一个仿冒品 然后那个时候真的 很难过很伤心 结果也来不及了 因为已经买下去了 所以我们买东西的时候会常常看到 诶 有些仿冒品真的是 做的跟真的很像 真的超像的 然后你看到就是你也不知道怎么分辨 然后你就会很心动 然后就把它买下来了 结果到时候事情发生以后 你发现以后也都来不及了 那其实我们在圣经里面也看到 也有一个类似的状况 当然不是买东西的状况 但是我们看到 有些人也想要仿冒福音 有些假的福音 我们买东西看到这些仿冒品 都是假货 它是假的 但是我们看到福音的时候 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 也有一些人传假的福音 这些假的福音 它看起来跟真的福音很像 但是这些假的福音 会让你到最后不认识神 这些仿冒的福音 到最后会让你误入歧途 那我们今天呢 我要跟你们分享的是 我们怎么分辨福音的真假 福音是真的 是假的 哪些是真的 哪些是假的 我们看到格林多后书的时候 在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有一个背景 有一个状况 我们需要先来了解 这个状况是什么呢 就是在格林多教会里面 有一些人 他们来到了格林多教会里面 他们被称为 他们被保罗称为 叫做假的使徒 在我们的经文里面有看到 13节它说 那等于是假使徒 这些假使徒 他们来干嘛呢 他们来到格林多教会 传了另外一个假的福音 这个福音听起来 刚才听起来的时候 感觉好像跟保罗传的福音 是一样的 但是其实保罗说 这个福音是假的 这个福音是来诱骗格林多人的 他们来格林多教会 就是为了诱骗你 他们讲一样 好像跟你是讲圣经 但是他们好像诱骗你 想要从你身上得到一些利益 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第二节保罗说 我为你们起的愤恨 原是神那样的愤恨 保罗在这边说 我看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我得知这个状况的时候 我们看到保罗在经文说 他说他自己非常的气愤 他好气愤啊 为什么 你看保罗他接下来经文 他说 他说 哥林多教会啊 我曾经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 我当初传福音给你们的时候 好像 这个状况就好像 我让你们嫁给了耶稣一样 当你们相信福音的时候 你们就是对福音忠诚 就好像妻子 嫁给丈夫以后 妻子要对丈夫忠诚 丈夫对妻子忠诚一样 就像婚姻一样 妻子总是相信着丈夫 一个妻子只忠诚于 相信他唯一一个丈夫 但是现在的状况是什么 有假的使徒来到哥林多教会 传一些假的福音给哥林多教会 然后哥林多教会的有一些人呢 他们就被骗走了 他们就开始相信了另外一个假的福音 这个状况像什么 就像妻子被人家骗走一样 就像外遇一样 你想想看 有一个小三来 搭讪你的妻子 然后诱惑你的妻子 然后把你的妻子骗走 拐走 当哥林多人去相信假的福音的时候 就像这样 好像这些假使徒是 那个路边的小王一样 或是不知道哪来的小王一样 来诱拐别人的妻子 来诱骗别人的妻子 这些假的福音就是把人从耶稣基督身边骗走 假的使徒 他们传的福音 看听起来都比较好听 看起来都比较 嗯 很棒 但是受骗的人 他们就被骗得团团转 保罗在第三节他告诉我们 他说什么 他说我只怕你们的心 或偏于邪 失去那向基督 所存 存存一清洁的心 所存存一清洁的心 就像蛇用 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 在我们的经文 我们里面看到 保罗说 就像蛇当初来到伊甸园 对夏娃讲了一些 一些话语 来诱惑夏娃 把夏娃骗走 狡猾的蛇 他讲的话拐弯抹角 诱骗夏娃 让夏娃不听从上帝的话 他可能讲了一些 花言巧语来诱拐 诱拐你 让你背弃了上帝 我有的时候会在网络上 看到一种恶作剧的影片 这种恶作剧的影片叫做 拜金主义的恶作剧 拜金恶作剧 这个影片呢 通常都是有一个男生 故意穿得很帅气 然后他可能会开着 拉风的跑车 然后开到这个 开到 开到路上的时候 他可能会随便搭讪一个 路上的一个美女 他可能带着很漂亮 很价值昂贵的手表 然后搭讪路上的美女 然后这个美女可能看到 这个影片中的男主角 这个男生的时候 他就看到 他是一个帅哥 他穿得还蛮帅气的 然后手上带着 名表 然后又开着名车 然后这个女的呢 他就跟着人家走了 这个男的就会搭讪 我再你去兜风好不好 然后这个女的就会 跟着这个男的上车 然后就上当了 但是到最后才发现 这个男的会打开 他的后车枪 然后拿出一个 金色的黄金的铲子 给这个女的 然后这个意思是说 就是在嘲笑这个女的 非常的败金 非常的肤浅 但是从这个例子里面 从这个影片里面 我们看到 有些人他们就像这样 他们会见钱眼开 他们很容易就跟着别人走了 就像影片里面的人一样 他如果看到哇是帅哥 哇开着跑车 然后又带着名表 他们就跟人家走了 我跟你讲 假的福音就像这样 假的福音非常的诱惑人 为了拐走你 当你发现你被拐的时候 当你发现你受骗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就像蛇 当初诱惑夏娃一样 他跟夏娃说 夏娃 你吃这个果子 这个果子不会伤害你 你违背上帝 不会怎么样 你违背上帝 上帝不会对你生气 这种话听起来 哇 还蛮好听的啊 我可以 我可以自己做决定 我吃了这个果子 我违背上帝 我还不用付代价 哇 我吃了这个果子 上二术的果子 我可以自己当上帝 哇 这个听起来真的 还蛮好听的 这样的 这样的话真的 听起来很诱惑人 你自己当上帝 多么诱惑人 我们大家都想要 自己当上帝 我们都想要 这样就可以变出 一台跑车 这样就可以变出 一栋房子 我们都想当上帝 这样听起来 好棒啊 蛇跟夏娃说 夏娃 你犯罪得罪神 没关系 你不听上帝的话 没关系 上帝不会惩罚你 哇 听到这个话真的是 让我也觉得很心动 我们可以得罪上帝 不听上帝的话 上帝不会惩罚我们 你可以想想看 如果你跟一个孩子讲说 你可以多吃一点糖果 你可以多玩一点电动 你的爸爸不会惩罚你 不会打你屁股 你觉得这个孩子 他会做什么事情 他会相信你 他会 哇 就就开始 玩超过时间 或是 或是做出一些 爸爸不准他做的事情 这些话听起来 真的很好听 但是我们人类 有一个状况 我们真的是 耳根子都很软 我们都只愿意 听好听的话 保罗对这些 来到哥林多教会 里面的这些 这些坏人 这些假的使徒 非常的生气 因为他 他们在欺骗 欺骗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 同时保罗也对那些 受骗的人 受骗的人 感到非常的气愤 我们在第二节里面看到 保罗在说 神也对这件事情 非常的气愤 因为就像经文里面讲的 当我们相信福音的时候 保罗说 当他把福音介绍 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 当哥林多人 接受福音的时候 就好像跟耶稣基督 结婚一样 这是一个比喻告诉我们 我们相信福音的时候 我们只对耶稣忠诚 耶稣只有一位 但是当我们相信 别的福音的时候 好像是去找了别 好像就像妻子 去找了别的男人一样 我们原本要相信 耶稣基督 我们的信心 只有对耶稣忠诚 但是我们相信 别的福音的时候 我们就好像是 相信了别的男人一样 我们的信心 好像不是只是 对耶稣忠诚而已 我们对耶稣出轨了 有谁看到自己的妻子 被别的男人诱骗走 会很开心的 男人们 有哪一个 有哪一个男人 你们当中 有哪一个人 看到自己的妻子 被别的男人诱骗走 会很开心的 你一定会很生气 因为你会觉得 这个骗你妻子的人 非常的恶劣 同时你也会 对你的妻子 对你展现出的 不忠诚还有肤浅 你会觉得 非常的失望 我告诉你 这个就是上帝 对我们的心情 当我们人类 相信假的福音的时候 我们开始不愿意 听从上帝话语的时候 上帝的心情 就像这样 当上帝说 我对你们是好的 我爱你们的时候 但是我们却觉得 我们应该 我们不要相信 上帝对我们的话 我们去 去听撒旦的话好了 我们开始 开始做离弃 背弃上帝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开始 听我们自己 所相信的 自己想听的 那些话语的时候 而背弃上帝的时候 上帝的心情 就像这样 这些假的福音 有一个共同的目的 不管什么样 什么样假的福音 这个假的福音 只有一个共同的目的 就是让你不认识 真正的耶稣 他们的目的 有很多种说法 有很多种不同的 假的福音 应该说假的福音 有很多种 千变万化 他们有很多的说法 让你也搞不清楚 我也搞不清楚 到底他们 还有多少说法 但是他们 都有一个目的 就是把你 从上帝身边骗走 他们要让你 把你的焦点 放在别的东西身上 而不是放在 耶稣身上 他们会用别的东西 来诱惑你 让你把你的焦点 从耶稣身上转移开 我说实话 这个世界上 充满着 许多假的信仰 也有许多假的福音 第四节 我们看到保罗 他说 他说什么 在第四节 他说 假如 有人来传 另一个耶稣 不是我们所传过的 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 不是 不是你们受过的 或者 另得一个福音 不是你们所得过的 保罗在第四节 告诉我们 另一个耶稣 就不是耶稣了 另一个福音 就不再是福音了 福音只有一个 耶稣只有一个 耶稣只有一个 如果有另一个福音 那就是不是福音 那就是假的福音了 为什么 为什么人会相信 假的福音呢 为什么我们人 会容易上当受骗 然后傻傻分不清楚 福音的真假呢 我觉得有两个原因 我必须跟你们分享 第一个原因 因为我们的焦点 可能不是放在 耶稣身上 我们会被假的福音骗 是因为我们的焦点 没有放在耶稣身上 我举个例子 假如今天有一个人 要来跟你结婚 但是他跟你结婚的原因 不是因为他爱 他真的爱上你 他跟你结婚的原因 不是因为他真的重视你 他爱你 而是因为他觉得 你的荷包很 你的口袋很深 你有很多的钱财 他爱上你 他跟你结婚的原因 是因为他觉得 你很有钱 你的背景不错 但是我跟你讲 今天如果你破产了 或是来了一个 比你更有钱的人了 他很快就会背弃你 他很快就会 他很快就会跟人家跑了 因为他的焦点 不是放在你身上 他不是爱你的 而是放在钱财 跟利益身上 会相信假的福音 我们人类会相信 假的福音是因为 我们没有把我们的焦点 放在耶稣身上 因为我们没有爱上耶稣 我们没有看到耶稣的好 我们会相信 假的福音是因为 我们只想从 福音上面得到好处 当我们发现 福音没办法 给我们好处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 就背弃福音了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我们容易受骗 被假的福音骗走的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 我们对福音不够了解 我们缺乏对福音的认知 因为我们缺乏对福音的认知 导致我们容易受骗 举一个例子给你们听 很多银行员他们的工作 他们会分辨真钞跟伪钞 如果专业人士 如果你把真钞跟伪钞 拿给专业人士分辨 他们很快就会 发现出哪一个是真钞 哪一个是伪钞 他们对 他们对分辨真钞伪钞这个工作 他们非常的专业 他们可以很快就分辨出来 专业人士他们只要 仔细一看 大概在十秒之内 他们就可以分辨出哪一个是真 哪一个是假 为什么呢 你知道他们的训练方式是什么 就是他们研究真钞 他们对真钞非常的了解 他们知道真钞有什么特征 而假钞 只要看到假钞尾钞 没有真钞的特征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 只要看到哪一个钞票 那个钞票没有真钞的特征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那是尾钞 因为他们对真钞非常的了解 我们很容易受骗 就像这个例子一样 因为我们对真钞不够了解 我们对真的福音不够了解 只有当我们对真的福音够了解 我们才可以分辨出 哪一些是假的福音 我们就不会被欺骗上当 你可能第一次听到福音 到我讲到这里的时候 你可能会说 那到底哪一个是真的福音 你刚刚也说过 牧师你刚刚也说过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 很多假的福音 而且他们有千百种 上千种 到底哪一个是真的福音 我到底该相信哪一个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真的很乱 我只是个新手 我也不会分辨 但是我告诉你 你也不用担心 因为以上的两点 的解决方法都是一样的 就是你愿不愿意 来花时间来看圣经 花时间来看看 圣经教导我们福音是什么 从神的话语里面 圣经里面我们可以认识 真正的福音是什么 你自己就可以认识 福音 真正的福音是什么 你自己就可以当做一个 专业的银行员一样 分辨真操 假操一样 你自己就可以 你自己就有工具 可以分辨哪些是真的福音 哪些是假的福音 就是透过神的话语 你自己就可以当做一个 专业的分辨员 只要你愿意花时间来读圣经 神已经将他真实的福音 显给我们看了 神已经将他真实的福音 告诉我们世界上的所有人 就是透过圣经 透过他的话语 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世界上了 他将有关耶稣基督的事情 全部都透过他的 他所拣选的人记载下来 就在圣经里面 耶稣只有一个 福音只有一个 你自己就可以开始 透过读圣经 学习圣经 你就可以开始分辨 真的福音 还有假的福音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 什么是真的福音的话 接下来我希望你可以专心听 在五到十一节里面 我们看到保罗他点出 他跟假使徒的差别 他跟假的使徒的差别 在第七节我们特别看到 第七节他说 他说我因为白白传神的福音给你们 就自居卑微叫你们高声 这算是我犯罪吗 保罗在告诉我们 他说他白白的传福音给哥林多教会 从来没有占过哥林多教会便宜 从来没有在哥林多教会身上 得到任何 得到任何意义 他只是单纯的想把福音传给他们 到第七节还有第九节的时候 我们看到保罗说 他甘心乐意的牺牲他自己 他乐意自己吃龟好叫哥林多教会 可以得到福音的真理 你看在第七节到第九节 他怎么讲 他说我亏负了别的教会 向你们取了公价来给你们 向他们取了公价来给你们效力 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 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 因为我所缺乏的是 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补足了 我向来凡事谨守 后来也必谨守 总不至于累着你们 保罗说他总不至于累着他们 他为了就是 他不至于累着他们 也不占他们便宜 或是骗他们 从他们身上得到任何利益 就是为了 他只是想要把福音 好好地传给他们 他只是很单纯的 要让他们可以认识上帝 这个引导到我们一个 引导到我们 引导我们到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 如果福音是为了骗你的 福音是假的 圣经告诉我们的福音是假的 保罗所要传的福音是假的 那请问保罗有得到什么好处吗 欺骗的目的 就是为了从你身上 我欺骗你的目的 就是为了从你身上得到利益 如果耶稣的福音是假的 请问耶稣得到了什么好处 如果耶稣只是要骗我们 那他得到了什么好处 我告诉你 在圣经里面 我找不到任何好处 我找不到任何耶稣骗我们 他可以得到的好处 如果你有找到的话 你可以告诉我 保罗说他从来没有 在哥林多教会身上 得到任何好处 没有从他们身上 占到任何便宜 没有从他们身上 获取到任何利益 因为他只是想要把福音 传给他们 真正的福音让我们看到 耶稣从我们身上 没有得到任何好处 我们可以知道 这是真的是因为 耶稣不是骗我们 我们可以知道 耶稣的福音是真的是因为 耶稣 他不是要来骗你 当他把福音传给你的时候 你知道他得到什么 什么结果吗 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被人家鞭打 被人家吐口水在脸上 被人家拔了他的胡子 保罗他从 他传福音给哥林多教会 他吃了很多亏 耶稣当他把他的恩典 把他生命给我们的时候 把他的福音给我们的时候 他也吃了很多亏 从这一点上面我们看到 耶稣不是要来骗你 福音告诉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完美 我们在神的眼中 我们是罪人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 但是耶稣却为 愿意为我们吃这个亏 他从天上的宝座下来 谦卑的成为了世上的人 为了要来拯救我们 脱离罪恶 甚至他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骗你 没有办法得到任何好处 但是耶稣却甘心为你牺牲 透过这样的方式 我们看到 耶稣他对你的爱是真实的 透过这样的方式 我们看到 耶稣对你的爱 真的是为了你好 为了拯救你 这个就是福音 真正的福音告诉我们 耶稣爱我们 他为我们付出了他的一切 他也没有从你身上 得到任何好处 也没有占你任何便宜 他只希望你相信他 因为他要拯救你 他要救你脱离罪恶 脱离黑暗 脱离死亡 其他假的福音 只是想从你身上 夺取利益而已 其他假的福音 只是就像吸血虫一样 黏在你身上 要慢慢的把你耗尽 吸光你的血 但是耶稣基督 却是为你流出鲜血 为你付出他的生命 我们要来相信耶稣基督 你可以相信真正的福音 就是透过圣经 在圣经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耶稣基督 他对我们的好 在圣经里面 我们看到 耶稣基督 对我们的爱 是多么的真实 他愿意为你吃亏 为你死在十字架上 在十一节保罗说 他为格林多人 牺牲那么多 他反问他们说 难道我不爱你们吗 同样的 我们也看到 耶稣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 难道耶稣不爱我们吗 你可以来相信耶稣基督 你可以接受他的恩典 谢谢你收看信心连结 在这里我们帮助你跟神连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